特朗普順利當選美國總統 明年一月就正式上任 在他競選期間曾揚言上任後 會對華貨品徵收六成關稅 令人擔心貿易戰會惡化下去 一起聽聽中原集團創辦人施詠青 在最新一篇施觀點 如何看貿易戰未來會如何發展 他說如果特朗普按他競選時所說 對所有中國輸去美國的產品 都徵收六成或以上關稅的話 那麼中美貿易戰將會很快結束 因為無論是中國製造商 還是美國的消費者 都承受不起這麼高的關稅 即使是每邊分攤一半 即是三成都一樣負擔不起 就中國製造商來說 正常的利潤也不過是一成左右 若要負擔三成關稅 何來利潤呢? 虧本的生意是沒有人會做的 而對於美國的消費者來說 現在日常生活需要 仍然十分依賴來自中國的產品 一旦這些產品要加價三成 他們就唯有改買其他國家的產品 這樣就等同叫停中美之間的 正常貿易往來 若果中美之間連貿易都不存在 那還有什麼貿易戰可以進行呢? 所以特朗普若果真是全面對中國 徵收六成或以上的關稅 就等同宣布 中美貿易戰就此結束 社會上有一派言論 將美國關稅的威力 勸嚴到很大 擔心中國的經濟會吃不消 其實貿易戰對美國造成的傷害 遠比對中國造成的大 這一點連拜登政府都要承認 他原先是打算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作某些修訂 只是外於美國的民情 所以才中途作廢 現實是上一輪的貿易戰 美國向中國徵收兩成五的關稅 結果導致美國通脹重臨 不得不連續加息七次 美國的經濟因而蒙受很大壓力 只不過中國就適應得很好 美國加關稅之後 中國輸去美國的產品雖然有所減少 但中國對歐盟和東盟的產品就大幅增加 結果中國的整體外貿不僅沒有減少 反而有所增加 美國的關稅沒有辦法阻止 中國有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 特朗普原先以為加關稅之後 中國輸去美國的產品會減少 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就有機會翻身 結果來自中國的競爭雖然少了 但美國的製造業仍然欠不贏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 對於美國的消費者而言 是白白放棄加年物美的中國產品不買 改以更高的價錢去買一些質素更差的 其他國家的產品 完全體現不出加關稅的好處 經過上一輪的關稅戰 中國的廠商已經為下一輪的貿易戰做好部署 為了減輕對美國的依賴 只好花更多的精力去開拓非美國市場 這些非美國市場的消費力雖然不及美國高 但潛力很大 增長的速度亦比美國快 而且還對促使中國廠商壓縮生產成本 起到積極作用 現在中國在外貿上 對美國的依賴已經越來越少 中美的貿易總額 只是佔中國整體貿易總額一成五左右 如果美國還不斷地指控中國 以廉價產品傾銷美國的話 中國就大可以叫停所有對美國的出口 以後一了百了就算了 中國以後也不打算再花心思應付美國的貿易戰威下